羅馬天主教教宗本督十六世宣布因年事已高 將於2月28日辭職 聖工會精神領袖對此表示心情沉重 建國聖工會精神領袖 坎特伯雷大主教賈斯丁偉爾比 向8000萬聖工會教徒發表聲明說 他完全同情教宗辭職的決定 他說教宗以極大尊嚴洞察力和勇氣 履行自己職責 為以祈求上帝在本督十六世的退休生活中降福給他 並且賜福給那些承擔著推選新教宗重任的人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月11日說 他對這位德國出身的教宗做出的艱難決定表示最高尊敬 默克爾說本督十六世是 而且繼續是當今時代最重要的宗教思想家之一 而在羅馬部分意大利人對這個消息表示 難以置信 另外也有人表示理解 教宗是星期一早上 在梵蒂岡的一次書機主教會議上宣布辭職決定 美國總統奧巴馬說 他和第一夫人米歇意向教宗奉上他們的謝意和祈禱 奧巴馬總統在一份聲明中說 教會在美國和世界各地起到重要作用 他為那些很快將聚集在一起推選 教宗繼任的人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約翰·貝勒說 教宗的決定顯示了非凡的謙卑和對教會的愛 而在南非 比勒陀尼亞大主教威廉·斯萊特里說 非洲大陸一億七千萬天主教徒 將對本督十六世留下美好的回憶 這消息令教徒感到意外 但公眾理解教宗辭職的理由 目標 公眾